疫情期间 许多从国外回到居住当地的民众 都需实行居家检疫 虽然看似不方便 对基督徒来说 却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 由国人研发的从怀疑到相信 一对一传福音工具 在疫情期间 也改用线上视讯的方式 让居家隔离的目道友人士信仰 期间觉知信主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请你看到那个奖励的第三大点 神如何告证人有末世及永生 人看到这么多的死亡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害怕恐惧 那这时候其实更是一个 很好的邀约的机会 那特别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很多活动都取消了 其实在家的时间多了 我们就说那没关系嘛 你就一周一次给我 一次两小时 那我们来试看看 那你听听看 那不一定要有新的压力 那就这样子邀约 其实就要成功了 他带领我们的是用唱念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学生念一段 然后他来解说 这种感觉是激起我们主动学习的心 那他每一堂课我都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认真的聆听他的东西 然后快点让自己念出来 以圣经架构及语言应验的角度切入 将福音系统化介绍出来 帮助目道友从怀疑到相信 14年来已有超过5000多人决志信主 目前也正编译成英文 让更多海内外教会都能使用 在纽西兰的淮乡工人Rita姊妹 也线上接受记者的访问 我所接触到的人 他们就是心里会有比较多的不安 不确定 那甚至有些蛮恐慌的 那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一些 我们能够去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机会 那江老师教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工具 然后他的一些邀约的方式 我觉得对我相当的帮助 疫情虽然减少了人与人碰面的机会 却拦阻不了上帝的话 只有小视窗 让信仰从怀疑到相信 我们下期见